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语言带着文化的钥匙启程 我们在文化与文明的境界里相聚 二十年不变的追寻 二十年不变的约定 以梦想的名义在一起 二十次的相聚 世界的朋友圈里 越来越多的青年来到这里 用同一种语言 交流着各自的文化 我来到中国快要两年了 我现在在相当大学 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的时间 大概是两年半 从2019年到今天 然后现在主要是 所以获得了美洲赛区的冠军 然后现在呢 是在北京生活 来北京三年了 快三年了 第一次来到中国 15年 当时是来参加汉语桥比赛 08年 我是到了中国的江西 然后在那边 是有一个交换的项目 学习中文 第一次接触汉语呢 是05年的时候 是上大学的时候 就已经知道我要学汉语 从06年到现在已经15年了 对 真正15年了 每一份对于梦想的坚持 都值得赞赏 每一份对于回家的信念 都值得尊重 每一份对于汉语的执着 都值得敬佩 也许文化和语言有国界 但是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 是没有界限的 汉语的宝贵 让每一个经历者 目光更加坚毅 理想更加执着 今天首届汉语桥青年论坛 在北京大学举行 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 副主任赵国诚表示 今年很多中文教学工作和文化交流活动 都值回现场 汉语桥在线团阻云比赛等项目 也相继推出 为了适应这个新常态 汉语桥天下一家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第十九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的现场 亲爱的朋友们 今年的情况真的是非常的特殊 也是我们汉语桥第一次采用全球连线的方式进行比拼 虽然我们远隔千里万里 但是两个月 我们见证了每一位选手的成长与蜕变 汉语桥比赛本身就是一个成果的展示 比赛的这个效果来说 我觉得不光是一个语言教学的一个展示 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平台 汉语围桥天下一家 实际上它是通过汉语这个桥梁 建立起人和人之间的这种沟通 2001年12月11日 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自此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完全打开 越来越多的外国人 希望了解中国 也愿意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 在这样的背景下 中国对外汉语教学事业有了飞跃发展 为了建立起中国与其他各个国家 更好的沟通合作桥梁 在2002年 当时的国家汉办 主办了一个具有全球性国际性的赛事 全球大学生中文比赛 汉语桥应运而生 当时就觉得 这个名字起得特别好 汉语桥 因为什么呢 桥什么是桥 桥它能够沟通彼此嘛 所以我经常说呢 让汉语成为连接世界人民的一个桥梁 我觉得这个汉语桥的名字起得也特别特别好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 有更多的外国人需要 愿意 希望 了解中国 借此机会 中国的对外汉语教学事业得到了大力发展 在这种背景下 汉语桥的出现 对于整个对外汉语教学与国际中文教育事业 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我有一个叔叔 他开了一家 进出口公司 平时呢 会去中国做生意 然后他有一次跟妈妈说 他生意的情况 说这个 哎呀 每一次找那种随身翻译 他们的老污费挺高的 然后正好那个时候我考上了语言学院 然后妈妈就说学英语 因为我本来想学英语 她说学英语不好玩 你本来就会 你只是会把它说的更标准一些 那么你要是选了一个新的新的一门语言 这个对你来说会是一个挑战 但是对你的这个前途特别有帮助 正好你比如说学了中文这门语言呢 第一呢 就是对妈妈来说是一个双赢 因为第一呢 可以学一个新的语言 然后第二个呢 如果把它学好了 可以帮助我叔叔 下次他不用再找翻译了 就找我就行 2001年12月 中国入市 也就是说在那个背景下 中国的对外开放的大门 越开越大 特别是入市 其实对中国的发展 中国的改革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 入市之后 其实中国的对外汉语教学事业 有一次非常大的这个飞跃的发展 你知道后来的什么建孔子学院啊 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在那之后发生的 那么在这么一种背景之下 国家汉办当时提出了要做这样一个汉语桥的这样一个活动 而且是全球性的国际性的 等于世界大一生的中文比赛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符合当时形式的需要 这个也是对于推动整个对外汉语教学 后来叫做国际诸文教育这样的事业 确实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推动作用 然而就算适应时代而生 汉语桥从创办之初就并非一帆风顺 在当年那个电脑都还没有全国普及的年代 与海外的中文教育机构选手之间的沟通 便成了急需解决的问题 特别是跟选手的联络上面 它不像今天有这么样的辩解 就像你刚刚说的 今天我们有微信 在那个时候我们主要的联系 主要靠的是电话 就是国际长途电话 当然那时候也辅助的会有通过电子邮件 国际长途电话又会 因为世界各国它在不同的时区 所以它的时间也不同 所以这导致我们可能白天 在跟亚洲的选手联系 但是晚上可能我们在跟美洲的选手再联系 所以每天我们的工作的时间 也就是不大相同 或者是说持续的时间非常的长 在这个过程当中 并不是一个电话或者是一封邮件 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在那个时候 我觉得与选手的联系 这件事情确确实实是我们 非常记忆犹新的一件事情 要办好汉宇桥比赛 除了要有非常公正的赛制和科学的组织 组织协调和接待保障工作 也是非常重要的环节 好的组织协调和接待保障体系 是比赛成功的关键要素之一 美宁的情况都非常的复杂 但是我们在不断积累经验 在这个政府层面 这个美宁的比赛 它都会有这个省政府 它都会牵头成立职委会 那么它的这个主要的职责呢 它主要是负责这个统筹 协调和这个实施汉宇桥的 这个整个的这个工作 通过这些工作者 我们来确保整个赛事的安全 确保我们选手的这个人身的安全 同时我们也会联合各个部门 安排这个24小时值班的制度 多挫并举 确保每一届比赛的万无一失 确保每一次赛项的圆满成功 汉语为桥天下一家 从2002年至今 汉语桥已经走过了20个年头 这20年里 汉语桥系列中文比赛 已成为各国学生学习汉语 了解中国的重要平台 在中国与世界各国青年之间 架起了一座沟通心灵的桥梁 汉语桥是一批又一批的外国学生 熟悉中国了解中国 也让汉语这座桥梁 连接中国和世界 增进世界各族文化之间的 相互了解 汉语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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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在2005年的时候 我正在等到上大学的那个时候 学中文的人非常的少 然后学其他的非常的多 而且在肯尼亚的中国企业越来越多 说我妈妈建议要不然你学习中文 这样你以后工作会比较简单 然后说也挺好的 我第一次接触是看环珠格格的时候 第一次接触到当时是没想到世界上有这么好听的语言 当时立马决心 我要学会那门语言跟那门语言的人们 必须要打交道 必须要好好沟通 要达成一个母语的水平吧 我的父母非常鼓励我学汉语 因为当时我的父母跟我说 如果你学一个东方的语言 你的前途就很多了 你的前途就特别好 然后我爸爸当时 就帮我报名了孔子学院的零基础班 当时我跟很多白俄罗斯其他的同学 有小学初中和高中的同学 我们的班但是有十几个人 我们就开始在孔子学院的一个 完善的班学习汉语 来自一百五十多个国家的上百万名青少年 通过汉语桥这座文化 友谊心灵之桥 更加地了解中国 热爱中国 而其中更是由许多选手 为彼此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 做着重要贡献 因为当时还是我家乡和中国的合作 可能还不是特别的多 我就觉得我要是在中国学到的这些知识 再回去在我家乡找工作的话 可能会丢掉很多 然后把这些知识还给老师 我觉得我可能是要是在这里留下来 我能做的事情更多 因为我们做过很多文化交流方面的项目 就是做对接工作或者翻译 我发现我们就是了解双方的文化 然后语言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让这样的合作就更加长久 然后也可以去就是把那些刻板印象 还有偏见都是让它消失不见 这个是很重要 所以我觉得就是他们在我家乡就对接一些工作 我在这边就是和中方在对接 这样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合作模式 我说是毕业之后 我选择回到肯定是因为是我想通过我的经验 我把我的经验 我在中国的八年的经验 还有生活 还有学习的生活 交给肯定是因为我一直就想做一个桥梁 我想做一个文化交流使者 因为哪怕是一个人可以改变自己对中国的认识 我也会很高兴的 我有一个小小的梦想 我希望把乌克兰和这个中国很多文化的交流 就是让这些交流更多起来 然后呢用自己的能力 用自己的一些的这些热爱 包括我认识的一些朋友 希望可以就是促成更多的这些文化的活动 我当然也是因为是中国的女婿 所以我长远的安排和规划肯定是在中国 我也是希望让更多的中国朋友们看到 有那么一群可爱的外国朋友 很热爱这片土地 可能我们有些东西还不是很了解 但是我们是每天很努力 也是要把中国当做自己的家 然后呢也是希望就真的是在这里扎根 然后让我们就是非常愉快地 在一起创造更美好的这样的一个家园 沉醉于语言的芬芳 惊叹于彼此的欣赏 二十年来汉语桥已经逐渐成长为一个 比较成熟的国际赛事 已经成为了中外人文交流的一张亮丽名片 汉语桥已不仅仅是各国中文学习者 展示中文水平交流学习经验和检验学习成果的 语言之桥 更是向世界说明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民心相通 推动不同文明交融互建的文化之桥 有益之桥 心灵之桥 汉语桥品牌已经走过二十年了 二十年春华秋时硕果累累 汉语桥中文比赛 今天已经成为世界各国中文学习者 广泛关注积极参与的国际赛事 截至目前 累计一百五十多个国家的 一百四十多万人次参加了比赛 有七千余名外国青少年参加了全球的决赛 每年有一亿多的海外观众 关注比赛的盛况 汉语桥比赛被誉为 中文奥林匹克竞赛 汉字 走过了五千年的时光漫道 从古至今从未见歇 汉语 传递于十四亿人类之间 从中国到世界 已然流行 汉语桥的选手 带着对梦想的执着 相聚在这个舞台 不管来自哪里去向何方 因为汉语 他们相守相牵 汉语桥让他们靠得更近 也终将让他们走得更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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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丽的光子 一笔一花像飞燕走彼的青冬 不通的宇宙 不同的宇宙 只要用心动一定会了在记忆中 中国的汉语桥 张张的几千年的骄傲 新的曙光 世界的海域桥 世界的海域桥 要和全世界一起加油 牵手微笑 不通的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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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